虚拟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战争观,对虚拟战争观的探索与思考,随着虚拟时代的到来,虚拟对抗开始先于现实空间展开,他们在重新诠释虚与实历史定线的同时,使战争这头飘忽不定的怪兽,更加扑朔迷离,目前,控制的出角正在身向人的思维空间,控制大脑,控制人心,控制行为,摧毁对手的战争意志,小战,乔战,或不战而虚人之兵,或将成为未来战争的首选,选择空间决定安全空间,结构安全才是真 真正的安全,数字化虚拟在拓展人类战争空间的同时,影响着人们对战争方式,制胜规律和安全状态的认知与怕断,虚拟战争观悄然登场,无论是谁,假如固守传统战争观,看不到不确定性威胁,很可能在意外的时间,意外的地点同意外的敌人打一场意外的战争,付出沉重代价,虚拟战争观的核心,是对不确定性的把握,使军事斗争,充满智慧博弈的色彩,战争观是对战争的总体看 和根本态度,涉及战争的根源,本质,性质,目的,方式与手段,制胜规律,战争与和平的关系,等等,迄今为止,人们所熟悉的战争观,都可以归入现实战争观的范畴,因为它关注现实世界,遵循确定性原则,基于必然性,规律性,应对性思维框架,战略方向,主要对手,未来战场都是确定的,甚至作战样式也是确定的,一言必知,一切都是确定的,但问题是,自虚拟世界诞生之日起,战争就不再纯粹现实了网 陆络战,信息战横空出世,娱乐战,心理战华力转身,虚拟对抗先于现实空间展开,他们在重新诠释虚拟实历史定线的同时,使战争这头飘忽不定的怪兽,更加扑朔迷离 海湾战争以来,从91事件,乌克兰危机,到克里米亚事件,从阿富汗战争,利比亚,战争到希利亚内战,许多冲突和战争,都有出乎人们预料的意外发生,之所以出现这种骂半拍的现象,很可能是我们的战争观出了问题 什么是虚拟战争观,简单的说,就是基于不确定性原理,以偶然性,可能性,构建性所为为内核,不再锁定某个具体方向或对手,这是其一 其二,没有确定方向就是方向,没有预定样式就是样式,战场不再固定,并以此百变不振,利兵莫马,使战争准备附带所有方向,对手和类型 其三,虚拟与现实并重,战争行动弦深厚人,诸如网络对抗,战略推演,联合军演,情报侦查与监视等,一切战前之战,都纳入作战行动系列 从而打破战时与平时,作战与性列的界限,持续保持部队的临战状态 最后,把战争理解为智慧博弈,高度关注不确定性威胁的侵略性,并通过战争设计,虚拟推演和多要性路径规划,提升危机和战局控制能力 最终指向不战来胜,虚拟时代战争的不确定性骤增,人们并非没有察觉 比如,美军提出的会合战之理论,强调未来战争的多模式,多种类,多要式特征,带有明显的不确定性味道 美国之库系美国安全中心,曾发布报告称,无人智能武器,将逐步取代经济制导武器,成为战场主导装备,并影响交战规则 使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上升,冲突升级更具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 但与此同时,美军依然在寻找假想敌,九十一事件后,瞄准恐怖主义 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又以俄罗斯为假想敌,亦或在中俄间纠结 抱着冷战思维不放,跨不过现实战争观的翻离 打意外战争就在情理之中了,虚拟战争观,基于结构力至上级理 把体系作战,推向剩余无形的新境界 千百年来,赶尽对垒人们只相信真刀真香,靠实力说话 无论是制空权,制海权,还是制陆权 尽管定义五花八门,无非是在特定的时间,空间里看水力两强大 以至于限制敌方行动,确保几方行动自由 信息平台打破了这一定势,破偏荒的出现了结构力,综合制权 结构优势等新制胜要素,这心看不见,摸不着的合成存在 改变了现代战争的制胜机理 催生虚拟结并现实,合成超越单一,无形胜与有形等新制胜规律 中国龙群宝剑中,有一种天铁剑,据传有引石打造而成 风力无比,缺铁如泥,见过之处不留痕迹 基于结构力的制胜机理,就属于这种情形胜于无形 当你手中的利剑达到极之时,反而兵不显认,杀人于无形 那么,何以胜于无形,依约结构优势 作战要素在战场空间的分布结构及其关联性 决定了作战体系内部各要素之间,作战体系与作战体系之间的偶合强度 当出现强偶合时,就会产生1加1大于2的结构力 并用线要素独立时所没有的作战功能 美新提出的分布式作战,正是基于这一原理 平台不动信息动,究竟加入战斗 反应时间最短,让作战效能最大化 更重要的是,单兵、平台和单元之间形成互联互通互套作互远互 体系冗余度大为提高,整体作战能力设局部战所影响很小 相当于内藏了一个战斗力委定器 2约时间优势 随着现代战争接触方式,战场空间,投送速度,防御手段的发展变化 时间优势已经从先敌发现,先敌攻击,变为先敌攻击,先敌摧毁 比如,在导弹防御系统,加全球快速打击系统模式下 工方导弹,必须先敌到达目标区域 并穿越敌防御体系先敌命中,先敌摧毁目标才行 否则就不算成功,甚至面临毁灭性反击 就如窗口作战,时空进一步压缩 时间精度提高了好几个数量级 在毫秒级,微秒级,甚至那秒级剑分小的时间战时代 许多OODX循环,超越了人的反应速度,没有战争机器人的介入是很难完成的 三约控制优势,控制思想远远流长 从古代进兵种地,控制万里,到近现代控制石油,海峡,岛屿 再到当代控制全球公寓,话语权,主导权 控制方式,方法和手段,随战争形态演变而发生极大变化 目前,控制的出角正在身向人的思维空间 控制大脑,控制人心,控制行为 摧毁对手的战争意志 小战,乔战,或不战而续人之兵,或将成为未来战争的首选 而这正是虚拟大战身手的地方 也是新一轮智能化军事革命的基本指向 虚拟战争观,奉行结构安全至少 为安全评判和战争角色,提供了新工具 所谓有力态势 从安全层面看,具体表现为面对危机时所拥有的选择权 反映军是主体对危机的控制与化解能力 选择权是相对于对手而言的 安全意味着一世当前 你比对手有更多的选项 始终基于主动和主导地位 也就是说,选择空间决定安全空间 结构安全才是真正的安全 首先,结构安全意味着没有安全短板 安全不仅取决于自身结构 而且由双方的博弈结构、环境结构共同决定 安全服从木桶原理 一个国家的安全状态不是由它的长板决定的 而是由短板那块最短木板决定 但凡主权、领土、岛屿和海洋权一争端 或民族分裂、国家认同等问题 都属于安全短板,这些看似是主权范围内的事 无不会给一些大国介入提供借口和机会 最终成为影响安全的致命伤 其次 结构安全意味着拥有结构优势 结构优势通常是在动态中表现出来的 事物发展到特定那一步 其次两拨千斤的结构力才会显现出来 只有少数天才军事家才有这种在大脑中上演整个进程 并提前看到结构优势在哪里 和实起作用的本事 解放战争时期 为了北平的和平解放 毛泽东预设为我 把北平与张家口、隋远、天津、唐姑 放在一起按一条线布局 看一个、加一个、吃一个 并在完成布局后为而不打 副作一开始没看懂 到了他的主力35军被吃掉 张家口失手也没看懂 直到东北也战兴命运入关 隋远退路 被切断才恍然大悟 半为时已晚 最后 结构安全意味着避免皮诺市的胜利 说一个国家安全态势好 是指军技、政治、军事、文化、科技、外交等综合实力各样色的运行 不仅在空间增步上对国家安全的贡献是正能量 而且在时间轴线上 对实现国家长远目标形成正反馈 进入让性循环轨道 公元前三世纪 加历山大的后裔 伊比鲁斯国王皮洛士 是一位南征善战的名将 他与罗马人、加太基人打仗 赢得一系列战役 但他的军备却越打越弱 最后在贝尼班会战中惨败于罗马军队 只身回到伊比鲁斯 后人把这种打赢每个战斗 却输掉战争 打赢每次战争却输掉全局的胜利 称为皮勒士的胜利 这样的胜利与其说 胜利还不如说是陷阱 一个已局部胜利开始 却已全局失败而告终的大陷阱 董子峰综合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称 美国从叙利亚撤军的前提条件是 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被击败 且美国的库尔德盟友安全得到保证 外媒称 达成这些条件 可能需要数月甚至数年 卧尔顿六日在以色列耶路撒冷表示 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撤军 是一个有前提的决定 必须要得到相关区域各方的保证才能执行 撤军时间表取决于区域情况 和我们希望看到的情况能否出现 卧尔顿说 正如奥巴马总统在阿富汗军事中所做的决定那样 并非建立撤军的时间限制 撤军的时间表 需要根据我们的政策来决定 另一方面 特朗普在华盛顿重申了他撤军的承诺 但他表示 不会在伊斯兰国被击败前撤军 这与他去年12月19日 发布撤军消息时的说法并不一致 当时他表示 美军已经在叙利亚击败IS 卧尔顿还说 特朗普已经告诉土耳西总统埃尔多恩 撤军计划正在处理 不过需要得到埃尔多恩会保证库尔德武装人员的保证 特朗普2018年12月 突然宣布决定从叙利亚撤军 引发五角大楼的不满 这也导致时任国防部长马蒂斯和美军 在中东地区的高级官员辞职 新华社香港12月15日店 记者丁紫义 农历冬至将至 协放金驻港部队 与香港青少年军总会15日 共同举行慰问长者活动 即冬至送暖大行动 近50名官兵 与30名香港青少年军 携手来到香港天然鱼村大奥 为当地长者和居民送去冬日问候 这次慰问活动 在佛教法可纪念中协举行 吸引了近200名长者参与 在短短数小时中 官兵和小朋友们 协助长者制作小手工 并为长者们带来了全数表演 军阅表演 枪械团体操 及唯一演出等一系列精彩丰富的节目 让一众长者进展欢迎 驻港部队海陆空三军女兵一战队 带来的枪械团体操表演 将活动气氛推向高潮 赢得长者们的阵阵掌声 参演队员之一 驻港部队某合成旅班长张一雷表示 六名女兵为这次表演准备了一个多月 每日练习就是为了给老人们送去欢笑 咬答对香港同胞的一份关爱 在活动尾声 驻港部队和香港青少年军总会 还为长者们送上了新衣礼物包和暖心问候 不少长久表示 感谢官兵和孩子们带来的关心和祝福 香港市民徐德友说 写放心十分亲切友好 像自己的家人一样 带来的演出也很精彩 据驻港部队介绍 自2006年开始 部队已连续第13年举办类似活动